如果你要问全国哪个地方的人最喜欢鸭子 毫无疑问 当然是南京人民 他们把可爱的鸭子搬上餐桌 做出了盐水鸭 板鸭 鸭油烧饼 鸭血粉丝汤等一系列鸭鸭周边 据说没有一只鸭子能活着走出南京 不过可惜的是 南京人如此爱鸭 却没有做出一个想遇全国的鸭子品牌 反而是隔壁的隔壁 武汉飞出了一只周黑鸭 周黑鸭以鸭脯文明 以甜辣味著称 仅靠着一根小小的鸭脯 就做出了每年几十亿的营收 并且成功上市 不过 尽管已经成了武汉对外的一张名片 周黑鸭也没能在鸭味界称雄 因为他的身边 还有爵位和黄上皇 两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尤其是近几年 在资本的助推下 鸭制品行业的扩张进入加速期 周黑鸭不仅被爵位越甩越远 连黄上皇都有赶超知识 所以今天这期节目 我们就来聊聊 周黑鸭以及周黑鸭 爵位和黄上皇 二十多年的鸭王竞争史 触摸品质发现未来 欢迎观看十万个品牌故事之 周黑鸭 上世纪九十年代 由于国企改革和重组 全国上下迎来了一轮下岗潮 江西一家国营食品厂的员工 徐贵芬 也在这次下岗潮中失业了 此前因为家庭成分不好 徐贵芬没少受苦 好不容易端上国企这个金饭碗 本以为能熬到退休 没想到命运再次给他开了个玩笑 不过好在徐贵芬的企业是做食品的 民以食为天 徐贵芬决定继续在食品业发光发热 随后他就在菜市场置了个摊子 做肉皮加工买卖 做了一段时间之后 徐贵芬发现 菜市场有很多卤菜店 买卤菜的人也很多 但这些卤菜店竟没有一家是南昌本地人开的 都是温州人和潮州人垄断 温州人的卤菜虽然品种丰富 但味道清淡 潮州人的卤菜则品种单一 我们都知道 四川和湖南人爱吃辣 但其实南昌人也很爱吃辣 而且是那种最简单直接直击灵魂的辣 于是徐贵芬决定 集两者的长处来做适合南昌人的卤菜 1993年 徐贵芬拿出全部家当12000元 在南昌神经塔下 开了一家不足8平米的黄上黄卤卤店 因为卤菜符合南昌人试辣的习惯 开业不到半年 黄上皇就在南昌卤卫界打响了名号 众所周知 模仿出奇迹 眼看着黄上皇的生意日渐红火 神经塔周围冒出了不少类似的卤菜店 这让徐贵芬有了危机意识 他知道 如果黄上皇不能从这些卤卫店中脱颖而出 那等待他的很有可能是关门的命运 于是徐贵芬开始寻求各种各样的配料秘方 以及烹饪方法 一次偶然的机会 徐贵芬在苏州吃到一份苏式酱鸭 味道深深地吸引了他 而卖酱鸭的老板 刚好又因为年纪太大 不准备做了 徐贵芬便花6000元 买下了酱鸭配方 随后又找了许多做卤菜的师傅 去研究怎么升级配方 经过多次实验 1994年 黄上皇第一锅酱鸭问世了 为了快速打开知名度 徐贵芬在南昌的闹市区和大街小巷 把酱鸭分给人们市场 再根据他们的反馈进行改进 最终调制出了 具有独特风味的黄上皇降压 到了1995年 一家黄上皇 已经无法满足南昌人民的需求了 于是 徐贵芬开始了连锁经营模式 仅用了三年 黄上皇的连锁店 就达到了130多家 销售收入高达1350万元 同样是在1995年 距离南昌300多公里外的武汉 一个叫周富裕的年轻人 也决定投身降压行业 周富裕的问题 就是周围的仿袍者越来越多 对其生意造成了不小的冲击 不能坐以待毙 周富裕决定再次出发 从做品牌着手 第一步 周富裕先是把流动摊点 改成了固定店面 于2002年 在武汉广场旁边 开设了首家 富裕怪味鸭店 并尝试将降压 拆分成 压翅膀 压薄 压长等单独卖 形象的提升和产品的丰富 一下子就让周富裕的收入 翻了好几倍 紧接着 第二家第三家门店陆续开门 2005年 周富裕注册了 周黑鸭品牌商标 门店名称 统一变更为周黑鸭 同样在2005年 戴文君在湖南的 爵位鸭博 也正式挂牌营业 在正式创立 爵位鸭博之前 戴文君一直待在 千金药业 卖着富科千金片 从小职员 一路做到了市场总监的位置 离开千金后 戴文君最初想开药店 却在老家吃鸭博时 意外发现商机 当时武汉有家鸭博王 老板靠卖鸭博 还清了20万元外债不说 还在武汉买了房 联想到自己在湖南上班时 每次回武汉 给同事们带鸭博 都很受欢迎 而且做鸭博这门生意 可复制性强 在湖南这片市场 也还是空白 于是戴文君决定 在口味偏好相近 爱吃辣的湖南长沙 开家鸭博店 他先是找到鸭博王 想让对方搞生产 自己做销售 但鸭博王觉得 戴文君是骗子 对他爱搭不理 最后戴文君 干脆导演了一出潜伏大戏 他安排自己的大哥 拜入鸭博王门下 试图二人 每天从凌晨三点 忙到夜里十点 干完活 还要陪鸭博王喝酒聊天 慢慢建立信任 一个月后 戴文君的大哥 瘦了十五斤 鸭博王也终于同意合作 配方有了 戴文君又找到了 在千斤药业时的五位朋友 凑了近百万 正式进军卤卫市场 2005年4月15日 爵卫第一间门店 在长沙市南门口开张 利用自己此前做市场的优势 带文君铺天盖地的发传单 到开业大筹兵 做免费品尝 仅第一天就进账六千块 几天后日销破一万 顾客最多时 店门柜台都被挤坏了 至此 三只鸭子都飞入了鲁卫赛道 他们之间起落纠葛的鸭王争夺站 也就此拉开序幕 远在江西的徐桂芬 此时已在江西 建立了一百多家连锁门店 南昌市场占有率超过80% 品种也发展到烧烤 卤制 煎炒 凉拌 四大系列60多个 后来者带文君的实力也不容小觑 从爵位创业一时 带文君就确立了 要做连锁加盟的商业模式 在开业当天 爵位就拥有了61家自营店及加盟店 2006年 爵位开始在广东 广西等地大规模布局 另一边 猪黑鸭的摊子也在不断扑大 自然也看到了加盟的好处 但周富裕没有把名额放给外人 而是秉持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心理 把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喊来加盟 七大姑八大姨也很给力 不到两个月就在皇上皇的大本营南昌 安插进了11家加盟店 但亲戚难管 加盟店的品控很快出了问题 那是周富裕一个远方表哥开的加盟店 一位顾客因为吃了这家店的鸭翅上吐下泻 给周黑鸭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 原因是这位远方表哥用了已经过期的酱料 无奈的周富裕只得花了十几万将加盟店全部收回 并决定从此只做直营 2007年开始 周富裕对周黑鸭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首先他几乎清退了公司里所有的亲戚 请来职业经理人打理公司 其次他在武汉建立起了周黑鸭首家现代化工厂 将所有工序标准化 最后在产品包装上 周黑鸭也进行了更新换代 全部采用最先进的德国MAP气条包装技术 在延长食品保质期同时 还能保持食品原有的味道 除此之外 为了更好的把握市场 周黑鸭在进行了一番市场调查后 决定将品牌定位转化为娱乐休闲食品 并通过冠名演唱会 植入电影等方式 进行了一系列更符合年轻人的娱乐化营销 鸭脖市场的火热 也很快引来了闻风而动的资本 2006年达成创投的傅哲宽去南昌出差 看到黄上皇一家分店门前排着长队 他也过去凑热闹 并成功被黄上皇圈粉 此前 副总投资了中国鸡王福建盛农 有了一只鸡 还想来只鸭 于是傅哲宽跑去找徐贵分 却只得到一句 你已经是71个敲门的 回去吧 我们老板不见任何人 傅哲宽不死心 又多次上门拜访 终于在2008年 见到了徐贵分 当时 徐贵分刚一口气砸了1.5亿 成立了中式熟食加工基地 不过鸭子已到 卖设备的 却放了徐贵分的鸽子 了解到情况后 傅哲宽立即帮忙联系到了 日本的设备供应商 不到两周 新设备就送到了黄上皇工厂 为了报答傅哲宽的救命之恩 徐贵分接受了达成创投的投资 有了资本后 黄上皇业绩节节攀升 2009年销售额是5.18亿元 2010年销售额就接近7个亿 此后不久 国姓红盛也盯上了这只鸭 2010年底 在运作黄上皇上市事务的同时 国姓证券旗下直投机构 国姓红盛参与了黄上皇的增资 以每股7.65元的价格 增资3825万元 2012年 黄上皇作为降绸第一股登陆中小板 市值突破25亿 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鸭王 而在黄上皇登顶同时 另一边 周黑鸭和爵位也先后拿到了资本投资 2010年 周黑鸭拿到天图兴盛 近6000万元A轮独家投资 两年后又拿到了IDG资本 与天图资本1.5亿元的B轮融资 不过最大的赢家还是爵位 拿到了九鼎和复兴联手投资的2.6亿元 资本补写之下 爵位和周黑鸭的战斗力变得凶猛起来 纷纷把眼光描向了华东华南地区 从2013年到2016年三季度末 不到三年间 在江浙户三地 爵位的门店从872家门店 增至1238家门店 周黑鸭则主要占领高铁站 机场和成熟商圈 相较之下 黄上皇的扩张就显得比较低调 门店只扩张了不到一倍不说 还将触角伸向了鸭子之外的其他领域 2015年 黄上皇并购了浙江粽子行业的老二 真真老老粽子公司 开展米制品业务 随后又去新西兰收购了一家蜂蜜公司 这样的不务正业 给了爵位可趁之机 只花了一年 就在江西开了四家直营店 527家加盟店 利润上 黄上皇也远不及周黑鸭的60毛利 这家中国最早上市的鲁制品企业 似乎已被掐住了脖子 反而是周黑鸭 尽管门店数量只有爵位的九分之一 但在2016年时 周黑鸭单店年入 316万营收 72万净利润 相比之下 爵位单店年入 不过42.5万营收 5.5万净利润 但周黑鸭只在鸭王的宝座上 待了一年 就被爵位反超了 2017年 爵位以38.5亿元的营收 超过了周黑鸭的32.5亿营收 2018年 在爵位和黄上皇 都是营收增长的情况下 周黑鸭却首次出现了 营收出现负增长 到2019年上半年 周黑鸭的总营收为 人民币16.26亿元 与去年同期的15.97亿元相比 仅增长了1.8% 而爵位食品的总营收为 人民币24.9亿元 同比增长19.2% 黄上皇总营收为 人民币11.69亿元 同比增长13.15% 前面我们说过 周黑鸭爵位自创立以来 就确立了截然不同的 两种商业模式 周黑鸭做直营 爵位做加盟 黄上皇则更全面 实行的是直营连锁 特许经营连锁 和经销售商并行的销售模式 直营虽然便于管理 但成本高 租金人力等 都是压在身上的重担 加盟则可以把部分成本压力 转移到加盟商身上 轻装上阵 自然更有利于爵位 快速地攻城掠地 而老对手黄上皇 也在2017年 由徐贵分交棒给儿子楚俊后 重新发力 加速了在机场 高铁等区域的门店开发 与周黑鸭正面对刚 数据显示 截止到2019年上半年 绝位门店数量突破万家 达到10598家 周黑鸭才只有1255家 但其实 直营和加盟两种模式 各有优劣 并没有好坏之分 只是 由于肯压博属于一种 即时冲动型消费 这就意味着 只要门店够多 就能更快地接触到消费者 带来购买 线下打不过 周黑鸭转而在 京东天猫等电商平台发力 希望打通线上线下 分时三四线市场 以截止到2019年3月的数据来看 都黑鸭在线上 是绝对的王者 销量远超爵位 但别忘了 我们刚说过 肯压博是冲动型消费 电商下单固然省事 但很有可能 等压博到了 你已经不想吃了 而爵位 虽然在线上销售上失了异常 也很快找到了 适合自己的发力点 外卖 仅靠线下进万家门店 爵位把美团饿了吗 公司公众号等O2O平台利用起来 客户一下单 五公里送货上门 足部出户肯压博 如今 绝位年销近十万吨 一半的订单来自线上 2019年上半年的线上会员 就达4800万人次 此外 在货品供应上 周黑鸭也远远落后于绝位 目前 周黑鸭在全国仅有三个工厂 近年来才开始新建 江苏和四川两大工厂 预计最时今年可投入使用 而绝位则在全国建有26个工厂 相比周黑鸭 供应链能力更强 更有优势 对于周黑鸭来说 更雪上加霜的是 一些区域性品牌的崛起 比如紫燕 紫燕摆位机在长三角区域 有着非凡的影响力 2019年 仅凭夫妻废片这一样单品 紫燕就实现了16亿元营收 另外 从门店数量来看 紫燕目前已有4000多家门店 数量仅次于爵位 超过周黑鸭和黄上皇 据数据显示 目前紫燕以3%的市场份额排名第三 虽低于爵位的8.6%和周黑鸭的4.6% 但综合来看 或许能与周黑鸭搬万 争夺行业第二的位置 而且紫燕也已在去年提交了上市申请 如若成功上市 爵位 周黑鸭 黄上皇 三组鼎立的局面 有可能会被解构 而紫燕之外 也还有九九鸭 刘福鸭等在虎视眈眈 周黑鸭已经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 为此 此前一直坚持拒绝以任何形式加盟的周黑鸭 最终决定向市场妥协 2019年 周黑鸭首次提出 将开放特许经营模式 但该模式条件十分严苛 要求加盟者拥有500万元以上的加盟资金 一次性开出10家店以上 以及有政府物业关系等 不过 即使门槛如此之高 不差钱的大佬们还是对周黑鸭趋之若鹜 据了解 周黑鸭一共收到了 14000多份特许经营申请书 最终签约了19位合作伙伴 门店覆盖贵阳 广西等 全国51个城市和地区 去年6月 周黑鸭再次宣布 开放单店特许经营 资金门槛降低到30万 而眼下 随着入局者的增多 鲁味江湖仍然是战鼓雷鸣 浮尘难量 都说商场如战场 没有永远的长盛相聚 20多年的鸭王之争 从黄上皇到周黑鸭 再到如今的爵位 你方唱罢 我方登场 但说到底 还是吃货的力量最伟大 因为咱们只是啃个鸭脖 就啃出了三家上市公司 随手点个外卖 就决定了三家公司 明年的KPI 想想 还有点小激动呢